21岁的李宇春做梦都没想到 只是陪朋友报个名 自己却意外成为天选之女 那个时候的李宇春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头黄色爆炸短发 让很多人都联想到了不良少女 直到她在超女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 让人们重新定义了对女性的认知 原来女生也可以这个样子 仅凭一首歌 在那个数据不需要花钱买的年代 李宇春百度贴吧成为了最火的贴吧 一年发贴量有7000万 粉丝900多万 主题数300万 那注定是让李宇春终生难忘的一个夏天 李宇春红了 红到她自己都有点想象不到 她收获了无数歌迷和巨大的名气 半年后甚至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 被BBC等国外媒体争相报道 成为一位现象级的全民偶像 巨大的人气将李宇春捧到了巅峰 也让她有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高晓松曾评价 那年的李宇春是全北京唱片公司都想签下的歌手 她一台歌不就是钱 有人批评她红不过三个月 但她凭借实力火了17年 有人批评她的中性风格 但中性风为她赢得了顶级时尚资源 有人批评她没作品 2020年她的无价之解成为传唱度最高的歌曲 喜欢李宇春的人 担心她38岁还不结婚会耽误接下来的人生 李宇春却没有这个担忧 在出道之初她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 虽然我是个女孩 但我比较注重事业 能在娱乐圈中一直屹立不倒的人 一定有着过硬的实力 他们所走过的那段路不满荆棘 但未曾被打倒 一直都活跃在大众视线之中 李宇春就是这样的人 从2005年超级女生冠军 到如今2021年青春有女三的导师 她好像没怎么变 但也似乎有了变化 变得更加沉稳自信 李宇春一直大火的原因 正因为她是李宇春 她有独特的风格 特别是在2005年 那时候网络刚刚普及不久 还没有网红这个说法 但不得不说 李宇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大网红 当时大众看到李宇春这样的风格 感觉到惊喜又震惊 而做自己一直是李宇春的口头禅 最开始大火的时候 时代评价她是颠覆 反教条 其实这样的评价很准确 在超女的中期 那时李宇春的名气不大 导演建议她模仿港台明星 这样更容易赢得观众好感 可即便那个时候岌岌无名 李宇春仍拒绝一切模仿 坚持做自己 而自出道以来 李宇春大多都是走得比较中性风的路线 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撒撒的 大家也都习惯了她酷酷的样子 不过在一次演出中 李宇春竟穿起了紧身连衣裙 很性感的打扮 将大长腿小蛮腰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也让网友们不禁感叹 原来李宇春还有这么傲人的身材 真是身藏不露啊 不少人看后更是纷纷直呼 早该这么穿了 为何之前要演示这么好的身材 其实李宇春并不是那种传统衣衣上的美人 但却有着自己的风骨 而且她本身的性格偏向于豪爽直接 而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气质 每次的造型几乎都是裤子 但却能看到她笔直的大长腿 实际上李宇春的身材是很好的 只是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所以也就被忽略了 加上她习惯把自己打扮得英俊帅气 仿佛忘了自己是个女生 不过在很多人看来 曾经李宇春的中性风造型 在世俗之中打破世俗对女性的传统外貌认知 受到阻碍 但依旧选择自我 彰显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力量 在李宇春身上也让很多人懂得 人生从来不是活在世俗的眼光之下 顺从世俗可能得到世俗所谓的美满 但得不到自我内心深处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富裕 外形也好性格也好 都是自我 如果在人生路上因为展现自我而受到攻击 不应退缩而屈服 而是应该在做自我的路上披荆斩棘成风破浪 17岁时有人给了和岁一把锤子 目的就是杂金蛋 一个月只工作一天 一天工作半分钟 收入就有800元 那个时候的和岁怎么也想不到 10年后的自己会成为超魔界顶流的和仙姑 和岁有着白到发光的冷白皮 一双逆天的大长腿 鲜柔优美的蚂蚁腰 可这样近乎完美的身材比例 青春时期的她却是一个自卑的丑小鸭 小时候最令和岁头疼的问题就是身高了 在上学时期和岁的身高就已经异于常人 虽然现在身高成为了优势 但放在过去 让她和同龄人显得格格不入 甚至产生了自卑的感觉 和岁曾在一档节目上说 小时候有一次走在大街上 有一个人开着车 当她经过自己身边时 摇下车窗说了句天啊太高了 随后摇上车窗就走了 这件事情给小和岁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 以至于每次想起这件事情来就想哭 不过好在长大后 和岁将这些小时候看成缺点的东西 转化为自己的特长 2006年和岁参加模特之星大赛 取得冠军从而出道 这个时候的和仙姑还没有那么仙 而且那也是和岁第一次接触模特这个行业 没有通过任何专业的学习 所以取得冠军后并没有一炮而红 在意识到自己本身的缺乏后 和岁选择前往哈尔滨新思路 模特操练校园进行操练 每天高强度的操练导致腰酸被痛 甚至脚指甲被磨到流血 这些都成了粗茶淡饭 其实放眼美女如云的模特圈 和岁在国内的模特行业里并不吃香 因为她的长相并不是国人喜欢的类型 脸上的棱角过于明显 总给人一种很犀利的感觉 没眼见没有东方美人的柔和感 那个时候的她也没有现在这么白这么有气质 反而给人一股土土的感觉 在北京闯荡了四年 和岁发现自己没闯出什么名堂 本打算放弃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位贵人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 有一天和岁准备去公司的时候 有一个外国公司来选模特 选一个中国女孩去米兰 和岁就被选中了 去了之后就被著名的拉夫劳伦选中 因为和岁这样的长相 在外国人眼中就属于标准的东方美女 于是和岁成为了纽约时装周的开场模特 东方面孔加上超模身材 和岁在国际舞台上一举成名 童年开始了在维密的首秀表演 自从走上万众瞩目的维密秀后 和岁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般 各种鲜花掌声不断向她砸来 多次登上维密大秀的舞台 还为多个国际品牌拍摄广告 在国际舞台上尽情展现东方面孔之美 渐渐得在国内也有了知名度 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和仙姑 而成名后的和岁依旧保持着那几年经历的状态 从未放松过自己 再往后八年的维密舞台从未缺席 这意味着从小到大的运动 克制饮食 自律生活 此前和岁的一组健身照就在网上疯转 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而当看到她水蜜桃的身材后 大家纷纷直呼 身材太绝了这水顶得住啊 看得出和岁为了保持好身材付出了很多 每天的健身瑜伽是少不了的 照片中和岁穿着一身粉红色瑜伽服 身上的曲线也更加明显了 拉伸和瑜伽结合 带着一些力量的美感 这纤细的长腿和后背紧致的线条 看起来非常性感妩媚 尤其当她大秀空中瑜伽时 只见她整个身子借助瑜伽 但悬在了半空中 双腿使劲向后伸直 贴身的健身衣将凹凸有致的身材 展现得淋漓静致 整体的造型极具休闲又不失美感 看了这样完美的身材网友不禁感慨 不愧是国际超模 难怪能在秀场上大放光芒 作为超模 和岁这几年的事业一直在上升期 不仅在本领域内做得非常出色 在各大秀场展露头角大放异彩 也在娱乐圈中占有一席之地 经常参加各种综艺节目 已经是银屏上被大家熟知的熟面孔 现在的和岁和刚出道是相比 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美丽 也希望他能够继续磨练强大的内心 将东方美带向全世界 也希望你能够续续续磨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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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